针对独居老人,特别是高龄的独居老人,也包括家人被隔离收治,而暂时处于无人照料的老人呢,我们开展摸底排查,掌握实际需求,组织力量,进行帮扶。 那么各阶镇呢,也普遍动员我们老伙伴计划的志愿者,社区的养老顾问,楼组长呢,也通过电话以及各种方式来问候一下关爱身边的独居老人。 那么针对特困家庭,民政部门呢,加强救助的供养,要求要及时足额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,配备必须的防疫物资,农妇产品,生活用品等等,来保障困难群众疫情防控期间的基本生活。